紧急关注 尊敬的上级有关领导和媒体记者及广大网友 我叫王守安 驻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罗家坡村一组 联系电话18120379178 我主要原因是 2005年麻家渡镇政府分管政法书记杨腿的妹夫吴远程 杨秀珍及其关系好的张世红 偷到我家绿松石共计63斤 报案后 我反被麻家渡派出所所长王锦奇等人打残 我在上访的同时 地方官人给我们编了一个故事 以打击报复证人罪为名将我判刑两年 同时将我妻子判刑两年缓刑三年的冤案 我刑满释放后 为了找上级有关单位和部门领导 给我们解决冤假错案问题 不但没人接管此案 还有人跟踪我 多次都被地方官人强行抓回关进黑监狱 地方麻家渡镇福利院 麻家渡镇卫生院 麻家渡镇政府竹山县精神病医院 实验室汉宫国际酒店 实验室北京小镇五湖商务酒店 数次抢劫手机 身份证 证据材料和其他物品等至今不归还 更严重的是 我们的家变成了黑监狱 政府派八个干部前后门上锁 封锁家门 24小时坚守 干部供严 是少兵指令的 总之 我在黑监狱里共关押215天 共打掉牙12颗 我妻子在麻家渡镇政府被非法拘禁4天 我苦告无门